这几年人工智能保证机器人不断发展,技术不断进步,机器人也越来越智能,外形上也与真人的相似,甚至连细微的脸部表情也做得微妙微像。 但是科学家们显然并不满足现在的状态,为了让机器人越来越像真人,科学家研究出了人工肌肉。 这样一来机器人在外表上讲不会再与真人有识别,甚至都会有体温,未来分辨机器人可能越来越困难,虽然感觉很遥远很虚幻,但是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,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希望,这是一项来自日本的研究成果。 图片中的红色部分,就是人工肌肉和树脂骨架,而且肌肉是从骨架上长出来的,为了让树脂骨架长出肌肉。 科学家们在上面铺满了包裹成肌细胞的水凝胶片,凝胶片只能保障肌肉长大,却不能一直让它存活下去,所以它唯一的缺点是只能生活在水里。 这些肌肉的生命周期只有一周的时间,随后就会萎缩,为了延长肌肉的寿命。 他们研究出一种特殊的结构,让肌肉对抗性整对排列,也就是肌肉交替使用,通过不同的动作来决定哪部分肌肉是要使用,哪部分是要休息。 如果肌肉足够多,就能复制出复杂的肌肉运动,够健相手,胳膊或者人体其他部分一样的机器,只要解决肌肉生命周期,相信不久就会有着人工肌肉的机器人出现在我们面前。 其实在去年和今年年初,就有类似人工肌肉的研究,一种压押方大自律式境界制动器,它能像人的肌肉一样,具有自我修复能力,而且关键是造价足够便宜,未来的我们家庭里,将会有一个机器人,为我们各项提供服务,不再需要我们千里亲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